大家好 我是水英 欢迎来到咸言水语 今天我们讲一个感人的故事 变性人怀孕生子 在2018年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美国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的街上 人们时不时就会遇到一位 相貌有些奇怪的男士 他留着嬉皮式一般的长发和大胡子 无论体态还是说话 都无疑是一个男人 然而视线再往下看 这位小哥正挺着一个装有宝宝的 圆滚滚的大肚子 这位小哥名叫Wiley Simpson 今年28岁 没有怀孕前的Wiley是这个样子的 飘逸狂野的一头长卷发 帅气性感的落腮胡 以及若隐若现的肌肉线条 看他以前的样子绝对没有人会想到 这样一个男人竟然也会怀孕 不过在这个帅气长相的背后 Wiley有着一段和普通人完全不同的生活经历 男人会怀孕吗 当然不可能 但其实从理论上来讲 Wiley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 几年前他才从最初的女儿身 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曾经Wiley还是一个羞涩的小女生 不过那时候周围的人都不知道 对于女孩子这个身份 Wiley一直以来都不太愿意接受 他说 小时候对于自己的身体和性别 我一直觉得很不适应 我感觉我和身边的女生不同 而且经常会怀疑 我自己其实不是我自己 进入青春期以后 这种感觉更加明显 那时我迫切地希望 我的胸部可以变得平坦 我甚至还想要长出胡子 可是那时候太年轻 我不知道该如何向身边的人解释 当时的那种感受 那时迷茫的Wiley 只能通过在打扮上 变得更像男的孩子来安慰自己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 Wiley成熟了许多 也了解了许多 仅仅在外表上穿得像男性 已经不能满足Wiley了 想变成男人这个想法 在她的脑海里越来越坚定 于是她在自己21岁的时候 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她决定从那时起 通过激素治疗 来变成一个真正的男人 激素治疗让Wiley的身体 在屋形之间发生了小小的变化 她的声音变粗了 体毛变多了 就连一直想要的胡子 也慢慢长出来了 在2013年的时候 她又鼓起勇气 去医院做了手术 把自己的胸变平了 激素治疗几年的时间下来 除了下半身的手术没有做之外 Wiley从外表上看来 已经完全是一个男性了 看见自己的变化 一直以来想变成男生的她 也是很满足 有了新的声音 她也开始了新的生活 就在几年前 她通过交友软件 认识了现在的男朋友 Stefan 同岁的两人一拍即合 身为双性恋的Stefan 并不介意Wiley的性别 就这样 两人恩爱地生活在了一起 随着感情的升温 Wiley和Sipson住到了一起 两人还养了一只狗 一家三口的生活 有些平淡 淡也很幸福 可是 就是在2018年2月份的时候 这份平静 被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 给打破了 Wiley发现自己 好像怀孕了 她开始偶尔有孕吐反应 身体也开始变得有些不对劲 一开始她并没有想过自己会怀孕 毕竟自己通过激素治疗 已经好几年了 怀孕对她来说 已经变得不那么容易实现了 此外 她和男友也从来没有想过 要要一个自己的宝宝 在知道自己怀孕的第一时间 Wiley是有些慌张和惊恐的 如果要这个孩子 意味着在怀孕的这数月里 她都不能再进行激素治疗 把孩子打掉 是她当时不得不做出的决定 于是在男友的陪同下 Wiley来到了医院 进行检查 且准备打胎 然而在检查的过程当中 医生告知这对恋人 Wiley肚子里的宝宝 胳膊腿 已经出具雏形了 看见屏幕里的小小人形 Wiley心中忽然有点不舍 和男友商量以后 他们决定 要把这个来之不易的孩子 给生下来 为了这个意外的惊喜 她暂时终止 几年以来 从未间断的激素治疗 而且仔细地记录起了宝宝 在肚子里一天天的变化 男友Sepson 也对宝宝很上心 在怀孕过程当中 她对Wiley可谓照顾得无微不至 定期去医院产检 成了两人的日常 幸运的是 多年的激素治疗 对宝宝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孩子在Wiley的肚子里 发育得很健康 不过这个宝宝 也给Wiley带来了 很大的压力和一些争论 因为这个宝宝 她变成了德克萨斯州 第一个怀孕的变性人 一脸大胡子 带着个大肚子 在街上 几乎所有人 都在上下打量她 议论她 在大街上 看见一个怀孕的男人 可不是那么常见的事情 自从有了宝宝以后 网络上也有很多人 对我恶欲相向 他们说 我永远不可能成为男人 因为男人就不该怀孕 还有人 干脆用动物的那个她 来称呼 面对这些舆论压力 和语言暴力 Wiley只能为了孩子 选择默默认受 她的情绪开始变得不稳定 经常想要大哭一场 而且雪上加霜的是 在怀孕期间 Wiley和男朋友的房子 又因为大火被烧毁 两人不得不暂时 搬到一辆公共汽车上居住 为了照顾Wiley的情绪 男朋友Stefan 尽力将车里布置得 跟家里一样温馨 男友还有狗狗的陪伴 成了Wiley在怀孕期间 唯一的精神寄托 在如此艰辛的条件下 Wiley坚持住了 2018年9月 Wiley被送进了医院 接受抛妇产 很快 健康的宝宝出生了 是个男孩子 两人给他取名叫 Rowan 她说 看见Rowan的那一刻 我觉得以前受到的那些 精神上和身体上的痛苦 都值得了 Wiley和男朋友Stefan 就这样 升级成了两个爸爸 现在 Rowan已经健健康康地 长到了七个多月大 Wiley也重新开始了 中断的激素治疗 她说 拥有Rowan是一件 很棒的事情 我也很庆幸 自己经历了生孩子 这种美妙的经历 但是 我应该不会再选择 要一个自己的孩子了 至少 不在意自己怀孕 这种方式 虽然现在两人 还不太确定 以后该如何 给宝宝解释自己的出生 但是就目前来说 从以前的两人一狗的 一家三口 变成了现在的一家四口 享受这份来之不易的幸福 才是当下最重要的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 请你评论 订阅 转发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